Hello,大家好,我是韭菜玩机的阿九 那我和老蔡呢,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水库 它也是位于青山村,叫做石伏梯水库 那石伏梯水库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这边有一个石伏梯古道 它和王位山古道一样 就是都是以前的那种山路吧 很多徒步爱好者会来这边挑战 然后那边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栈道的那个 有看到那个黄色的栈道吗 应该就是那边上去 然后关于这个石伏梯水库呢 它跟刚刚的那个龙屋水库不一样 它是灌溉水库 所以它这边可以就是进行一些 就是水上项目皮划艇啊什么的都可以在这边玩 到时候那个端午节的时候 这边也会有一个泼水节 刚刚刚那个好像看到有人在玩皮划艇 现在看不见了 那边也有游步道 那那里一看沿着这个水库都有游步道 就是修建起来 这里其实也挺漂亮的 对吧 这个角度其实拍过去蛮漂亮的 是的 它其实是一个很长条形的一个水库 嗯 就是长长的 是的 它这边的水库的造型都挺特别的 是的 然后这也很凉快 现在太阳下山了 还是比较凉快 这里可以 这里真的可以就是 是有游玩项目搭配金山村 等一下我们到那个里面一点 就是那里应该是村子 我们可以再去看一下 现在这个水库也不是 就是说这个坝也不是特别的长 它等于是有一点这样喇叭状的这种过来 然后边上有一个浴水口 就是这个水就流下去 就是村子里面那种农田 用这个水来灌溉 我们从水库的那头走到了这头 然后这边有一条小路 应该是就是给村民骑骑车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真的 如果你爱骑就是那个自行车 山地自行车之类的 这里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骑行游步道 算 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骑车 难怪 就是好像很多那种摩托车爱好者 还有那种就骑行爱好者都会来这边 哦那现在看那个看得到了啊 对看看那个游步道也看得到 对游步道那边还有小亭子是吧 对 然后可以远远的看到有几个皮花亭 哦这里 下次可以来玩皮花亭 对那青山村这个石湖梯水库还是挺漂亮的 而且这边既可以骑车还可以玩皮花亭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就是具体怎么来这边怎么玩的话 请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然后如果你期待我们钻五节的泼水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那么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和关注韭菜玩技 阿九下期再跟大家再见啦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